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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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潔雨跑出来了 是害怕嗎 午天 午天就有 三個 除菸 台北也有 嗨 大家好 點姿 等一下可能會聽奶貓取名字喔 欸 等一下你說你要抽菸了嗎 蛤 不是說等一下討論了嗎 那我們今天呢就先來餵貓吧 不是餵過了嗎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這個 你看 你看喔 吵死了 我現在呢拿了一個奶瓶出來 那不然這樣好了 這個方向好不好 現在呢我都換成用奶瓶餵奶了 這是我很久以前認識的一個俗友 我相問他寄給我 我目前呢是使用這一款 他還有附一個奶瓶刷喔 有一個刷子 但我個人認為使用牙刷清潔的效果跟面面俱到呢 所以他總共五個奶瓶頭 這個很明顯就是剪壞的這個 那我們來問一下許波 阿神可以把它剪成這樣子 許波你要登場嗎 對 我在後面講 那時候呢我查到兩個方法 一個是說你可以在這邊剪一個十字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用那種熱的針給它搓下去 讓它融一個洞出來 就是我剪了之後奶水滴不出來 然後我就繼續剪 然後奶水滴不出來 我就繼續剪 然後奶水滴不出來 但是 廢話 這樣還滴不出來太浮誇了吧 對 後來我們就直接用了香文他之前已經開好洞的 你根本就直接用人家的洞阿 總之就是感謝香文 許波自己去買全新的 我們可能全部都被他剪爆 現在就先來用奶瓶來問奶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貓貓登場 OK 那現在我們餵他吃奶囉 OK 那現在我們餵他吃奶囉 手壓搭子 這個直式的這個直式我已經餵太多次了 所以現在已經習慣了 也許我有時候是用那種貓趴式的餵法 還不會拍到我內褲 反正我只要讓他的手腳有個可以放置的點 他就會變安穩 然後乖乖吃奶這樣子 這個真的很輕鬆 超級棒 那可能會有人問說 欸那你之前不是 給他吃針桶的時候他會自己吸嗎 可是他是有時候會吸 有時候不會吸 所以當他不吸的時候 我就是會覺得怕怕的 那這樣我就是一開始好用 那你用的次數多了之後 他會越來越難用 因為有一個那個橡膠的那個 比較很變形的 所以就變得很不順 就不好推 然後有時候你用力的話 他會太大力 對 有時候會一次擠太多出來 控制那個力道壓力很大 所以說我覺得奶瓶是一個很輕鬆 對 就是你只要給他 他就開始自己在那邊啾啾吃 他現在找牙齒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牙齒 你看他找牙齒了耶 所以他現在咬得很痛喔 你看 招財貓出現了 他才有時候手掉下來 他就練招財貓 他現在吃得很舒服 所以他就把眼睛閉起來 不然據說他眼睛應該是藍色啦 是寶藍色而不是藍色 就一定要加一個寶子 對 那有人說寶綠色嗎 這是個好問題 是不是寶藍色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全有一個宇宙在裡面 貓貓宇宙 其實拍照比較看得出來 傳說中的寶藍色耶 據說貓開眼以後 最初的眼睛都是藍色的 那9到12週之後 才會變成成年以後的眼睛顏色 你看他露球 我們來看一下他露球 他站起來喔 不是你都站著嗎 陳傑的量身高 是說量身高是這樣 有提娃 我之前有說過奶貓 我們帶回來大概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沒有大便 打一次電話到診所 然後我們還有直接帶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都說叫我們耐心等待 所以最後在前天的時候 終於耐心的等到他的第一坨大便 哪裡哪裡哪裡 什麼什麼 真的耶 好強喔 這哪裡 我好像變態 太變了 真的快快拿到下一階 應該可能 剛剛要拉一下 還有打馬賽克 就是有一個觀眾啊 然後他有在救援浪浪的奶貓奶狗 然後他名字叫阿欣 他就傳訊息問我說 欸你什麼時候要幫奶貓取名字啊 有沒有要幫他取叫做小高鐵啊之類的 其實我在更之前的時候 把奶貓接回家的時候啊 我就開始看一些奶貓的影片啊 然後就看到好味小姐的影片 他在那時候中途貓咪的時候呢 他也有先替貓取名字 那我既然知道說 欸可以先取名字 為什麼我不先取呢 這都是因為 他這個人 就是一旦養了什麼之後呢 他就會很想要把他留在家裡 所以一旦取名字之後呢 我覺得 許伯想要養貓的機率 可能大於九成 那為什麼我們就不乾脆去養了呢 因為我們能夠給貓的空間其實很小 因為我們自己 真正能做主的就是那塊我們自己的房間 看這間是室友的房間 他在前面掛一個這個好漂亮 你剛才敲一下如果人家沒出門 終於要帶大家去參觀 我跟許伯的相關 可是臭的啦 你有自視視頻就好 如果我們要養貓的話 那個貓會在怎樣的空間裡呢 Let's go 哇看 整理了 特地整理了一下 因為本來是一坨一坨棉被 現在有變比較漂亮 為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收 我要把它收起來 來首先大家看到這個置物架 真太棒了 它就是一個 高架床 本來是許伯要睡在這高架床上面的 就是睡睡隨時會垮下來這樣子 我們家可以承重600公斤好不好 小兒子 如果讓他發現這邊有個樓梯的話 我覺得他隨時會摔下來 所以因為這樣子呢 這張床呢它就變成置物架了 這隻都是我兒子的衣服啦 因為我都會去木衣服 我兒子都穿了手衣服 那邊有一個安純的跑輪 來適當幫小飛機加油一下 跑起來 跑起來 好 好 做了一次之後就被人家拿出來用過 因為後來他大便在上面那個跑輪就會爛掉了 好那再來我們看看這邊 這邊 哇 哇 許伯的那個手真的太強 他可以把這邊的空間都利用得到最好 嬰兒圍欄啊 嬰兒地墊 那個瓦刃子 那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東西堆滿滿的 直接疊到天花板 它會空間利用 我跟許伯還有我大兒子小兒子 然後我們全部的衣服都在這裡 它玩具其實不只這麼一箱 兩個小孩的書桌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把這個空間利用到靈寧盡致了 之後如果貓要住也只能夠住在這一間 因為它如果釣毛啊或者是貓喵叫啊 就不會影響到其他家人 年輕人買不起房的悲傷 在短片中轉露 我還有想過說我還想要再生第三胎 認真的嗎 認真的 救命啊 那有觀眾說呢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布偶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次給它布偶是它什麼反應吧 你想要給它這一隻喔 對啊這隻不行啦 它有裝電池 有電嗎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裝電池跟那個啊 這個不要啦 這個不知道想不想 它要剪掉喔 剪 剪 剪 原來是有這個布偶 據說有了布偶以後 長大以後啊 可以看到它叼著布偶走的畫面喔 他以為那是手然後就搭在那裡 好 好 好 神奇 神奇神奇 很難過去吧 還是看到錯了嗎 太高了 內心有一點小小期待呢 這些布偶都有洗過 可以任由貓貓摧殘 不過怎麼好像看起來是貓貓被摧殘 這隻也要一起進去嗎 這是鴨 是 丟你衝動 你在幹嘛 直接吃 食物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它的房子 哈囉 公開它的房子之前呢 先跟大家說一件神奇的事 看看這些觀眾傳給我的奶貓窩示範圖 怎麼大家都喜歡在奶貓的指下裡面 放一隻熊呢 一定要跟風跟起來的啊 原來貓都喜歡熊熊嗎 不過它這樣以後有辦法咬了這隻熊走嗎 因為它上面的貓會掉 所以我們就把它剪掉 那我聽說是差不多是在 它兩個月到四個月斷奶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送養包了 那就是看我們什麼時候把它成功斷 因為我們畢竟 第一次吧 沒做過啊 所以我也不確定它什麼時候可以斷奶 到那時候我們再討論說 究竟是要送還是要留 那我們今天還是先來取名字好了 到慣例呢 我們就一樣要找秘名之父 許萱登場 我們現在來隆重歡迎許萱 經過一天讓萱萱去思考說 她要取的名字之後呢 她終於畫出了她想要的五個交通工具 其實是四個交通工具 五個啦 四個啦一個不是交通工具啦 對 好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妳畫了什麼 這台是一般的車 妳要幫它取名叫做什麼 小車 那這個呢 小堆高機 名字四個字那麼長 那這個呢 小賽車吧 或是小跑車 小吉普 小吉普 小吉普車 小吉普那這個呢 那是小奶奶 為什麼這麼挑通 這是奶瓶的意思 就是萱萱因為三星二也很久 就是這個名字太強 這個名字太強 所以乾脆就開放大家票選 六個名字讓大家去選 五個 那妳小跑車小賽車時選一個好不好 小跑車好了 小跑車 那我們現在字頂留言區呢 有一個投票選名字的功能 然後大家可以去選自己喜歡的名字這樣 因為不管怎麼選 應該都是交通工具啦 第一名的就是它未來的名字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小吉普在睡覺了 妳怎麼叫他小吉普 妳不是說要給觀眾選名字嗎 因為呢 因為我想要先取 他現在還剩這名字 然後之後觀眾選人都在換掉 所以妳就想說先叫他小吉普 嗯 妳要幫他蓋蓋蓋嗎 妳現在不用他自己的外子 那我們常常提供咧 對啊 他還不會走 下一期 小貓就會有自己的名字了 不知道他會被取作什麼名字呢 總之希望他平安健康長大 在那邊 下一個月 謝謝 很動的 那 請 請